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第一个问题是 同修梦到另一位同修手上穿着佛珠发光 又发亮 像现实中这位同修很少穿佛珠 还有他穿过了一段日的佛珠 而同修的梦就是在那段时候梦到的 请师父解梦 这说明他有佛光普照了 有普照保佑了 好 感恩师父 师父 下一个问题是 同修梦到他妈妈没有在家里睡觉 其他教人都睡得挺踏实的 他感觉很累疚 因为妈妈好像有几天没在家 可能外出工作的缘故 自己竟然出心大意都没发现 对不起 知道醒来都很累疚 请师父解梦 他妈妈还活着吗 你要问他 还活着没活着 这里没说 没说一般的 死的话 就说明他妈妈回来看他了 如果活着的话 说明他妈妈身体不好 灵魂出窍 明白吗 明白 好 感恩师父 好 下一个问题 有师兄问 他们哪里有外地的师兄不知道 不知道用什么素材做的东方才一组 至尊菩萨像 一组大约五千多元 他们本地有师兄帮他传销 谁请他的佛像也必须要他来设佛台 菩萨像跟东方才的陶瓷像 眼神 眼形有所出入 因为他们的佛像有出入 价格也不低 师父又没开过关 这位师兄反对意见 反对的师兄会被业吗 不会的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他这个是不通过东方电台 这个师父开过关的话 第一 他可能各方面总是不像开过关的好 第二就是说他这个价格是自己定的 他在佛有当中 虽然你可以有些成本 但是你至少要东方电台确认 这个菩萨像可以不可以用 因为如果眼神啊什么完全不一样的话 你就不好了呀 明白了吗 对 明白 感恩师父 你还不如照片呢 我花五 花五千块钱 如果不挣的话 那还不如照片 对不对呀 对对对 所以要 要一样啊 因为脸上看上去不一样 是有点不一样的呀 怪怪的 对对对对 感恩师父 你不要说有的菩萨像不应该笑的 有的人把他雕塑成笑细细的 那就不庄严了呀 对对对 对 感恩师父 好 师父 下一个问题是 同修梦见帮父亲修剪头发 现实中同修在帮着父亲念经 帮父亲许了108张小房子 还剩最后一张小房子 做梦的隔天正好烧送 同修的父亲还健在 请师父这个梦境有什么含义吗 梦境很多含义了 啊 父亲还健在 是不是啊 对对 要给他父亲烧小房子是什么的 对对 业障呀 他父亲有业障啊 自己不但要人家帮他烧 他自己也得烧啊 对 好 感恩师父 呃 师父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同修梦见自己好事从地球飞出了外太空 去了另一个星球 又成功的从另一个星球回去地球 回到地球了 同修还在享受着资质好多的葡萄 请师父解梦 嗯 太很好 那境界已经遨游太空了呀 他的灵魂可以出窍 说明他的灵魂比较干净 一般灵魂能够飞到很高的都是很干净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好了 师父 我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光心 感恩祝佛不上 感恩祝佛不上 再见 感恩师父 喂 您好 对 师父 您好 啊 您好 师父 听众的听众粉 嗯 比较糊涂 嗯 喂 师父 您好 啊 讲吧 嘴巴近来靠着话筒一点 现在呢 好一点 讲吧 我今天你的梦见您三次 我就打听您电话了 嗯 师父 哎 请讲吧 哎呀 我一打通我也没有准备 我想想 我要问您什么问题 对了 我就问您 比如说我们徒弟设伯台去哈 就是往上紧葡萄酱的时候 比如给老妈妈家设伯台去 往上紧葡萄酱的时候 这老妈妈已经吃钱够了 是不是有老妈妈往上摆葡萄酱 一个老妈妈吃全树了 后面什么听不懂啊 就是我们去外边给老妈妈设伯台去 对 就是说这个老妈妈已经吃钱住了 哎 往上紧葡萄酱的时候 是不是由老妈妈往上摆 那可以啊 都可以 但是老妈妈要是摆不好的话 你们可以带摆 烧了香之后最好由她 你们可以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烧香 由她烧们就好了嘛 烧香也不是让她上的 也是一个就说这个师兄 她每次就是带着我们摄佛台去 都是她自己 自己带着烧香 这个 这个无所谓 心诚则灵 是老妈妈家里的佛台 菩萄总是到老妈妈家里来 你让她带的也没用的 对不对啊 她只是功德 对不对啊 我讲我讲话你听到没有啊 我我听到了师傅 好了 师傅 帮人家做好事 你当然应该到最后上香 应该让人家上了 是啊 我也是这么讲 你当然了 你这个东西 好事们要做 做到底 帮人帮到底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帮人家房子造好了 你说我来住啊 对啊 师傅之前就这样开始过 随缘吧 好吧 她因为社佛台的同修 如果比较执着 她硬要上香也没问题 反正 大家功德 大家都有的 好了 因为师傅 我今天也看不了 头疼 我的眼睛吧 我这是清光眼睛 你少一点 你清光眼睛的话 我告诉你 像这种都是前世的业障很多 有的人眼睛老得很快 就是眼部神经 紊乱 然后呢 过去呢 经常哭啦 有的时候经常仇恨啦 经常的肝不好啦 肾脏不好啦 眼帘上面全部都会有反应的 所以一个人要 无欲自然性如水 经常不生气 经常不愤怒 不恼怒的人 他的眼睛也会好起来的 不要生气啊 一生气眼睛都看不清啊 听不懂啊 听懂啊 就是我让那个 有的 让你给看过头疼 没说我是 就是说有一次是在铁山上 问 也没有 没听清楚了 问清楚了 说我在铁山上 害一个人 是害一个人 还是伤害一个人 然后就是 去天的时候 我刚好站369 站6 然后就找我了 突然间就爆发了 看见了吗 已经提醒你了 事物已经提醒你 你当心得好了 你找到根源 告诉你了吗 就好了 你还要具体知道 怎么有什么好讲的 消灾解难 就好了吗 就说我这个 您告诉我 现在不去做手术 说自己调理 你调理不好 你调理不好 你就得做手术 我现在已经看清左眼 是左眼 已经看清一半了 那就好了呀 那不是更好了吗 就是师父今到我梦里 都加持一顿 然后就看清一半了 那师父给你加持的话 你看清一半的话 说明你还是有 有佛缘的呀 说明师父 事实上来帮你加持 你已经开始好转了呀 因为人身体上任何部位 他都有自动 自动的这个这个免疫功能了呀 听得懂吗 是啊 我这个 我这个 我从学生这个法门之后 没有接待过 嗯 我一直相信我的信心 跟师父 那就好 我特别 特别精进努力 我有的时候业障来了 我自己 完了 就是还 还坚强的爬起来 哎 我从来就是 特别坚强的一个人 真的 坚强 坚强 不要执着就好了 听不懂啊 我是 你做的 我听懂了 我有些事 你听着 太执着 有的时候 坚强不代表 执着 坚强是在正确的方向上 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 坚持走下去 那叫坚强 执着 执着 是在自认为一个是对的问题上 不停的去追求 去盲从 最后一直一条道上走下去 那叫执着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好了 您讲讲我吧 师父 讲呀 你们就是年轻的时候不好呀 现在老师很多了 年轻的时候太坏了 整天什么 整天什么 讲东到西的 嘴巴不好呀 听不懂啊 我忏悔 忏悔我 年轻的时候 在网上 看着乱七八糟的 对呀 年轻了 我做了 我做了 都 一生一生 畜生的东西 怎么能看啊 没有接受活法的时候 自己造了那么多的业 知道就好 真的 对不起 关心 做的对不起 对呀 改呀 要改呀 一个女人 你想想 一个女人 做那种事情的时候 多恶心了 你告诉我恶心不了 所以人家说 人家说 现在的年轻人 你就是谈恋爱 你都不能做这种 烂事情 精神上 大家 合在一起 就很开心了 为什么要去 人形出生事了 对不对 我从接触这个 接触这个 心灵法门之后 我没多长时间 就吃醋了 嗯 这是好事情 吃醋了 我就 看回我自己的业障 看回我曾经 做过 就错事 我就想着 师父 我就是一开始 接受这个 对心灵法门 就是 胡子 就给我两个梦 一个 一个是 就说 我有一次 就是娘娘 你没说 我在宫里 做好多的 宫里的 黄宫里也没用 听得懂吗 造了很多的业 我知道 黄宫里 我炸 你争我斗 女人跟女人之间 还有什么事 不就争来斗去 是不是 就是我那时 做了好多的 对啊 你肯定陷害别人的呀 是啊 所以我就是 刚开始 接受这个法门之后 我所接触的 全是缘结 现在好多了 那就是黄呀 你否则是死的时候 他再来找你的呀 一般都是 最后的报应呀 你现在 早点 早点报掉嘛 以后就不报了呀 我现在是怎么做 有的时候就是 真心的去帮助 看不 就说我看到 不别受苦的人 我发自真诚的 去帮助人家 但是到最后 我也不知道 这就是我欠的吧 可能真是欠的 对呀 就是过去 好了 自己好好继续念 这辈子还清账务 下辈子不来了 有什么意思啊 师父您好好 再想想我 想想我就说我 好了好了 不要这么自私啊 人家电话打不进来了 讲你讲到你现在了 还要不够啊 好好改毛病 自己觉悟最重要 听得懂啊 我还 我听懂了 我一定要好好改毛病 还有一件事 问问师父 因为我这一般的家 有事情梦的 好几次了 说我的房子 有的要清账 我这是上下床 烧门就好了 烧门就好了 烧小房子呀 烧小房子 我现在 这个房子 您还得要 多少张 49 您看我家的 国财合理 好了 今天不看图层的 已经给你讲了 49张 已经算看的了 好了好了 再见了 不要这么自私啊 一辈子就是自私 这么大年纪了 来自私 北爹的事情 问一个 师父 没有了 没有看图层的 不能看图层的 今天 不是 我给他问一个事情 那个师兄 他是 其一师兄 特别丁寂 他家那个 就是那个 验墙拆了之后呢 就是他一直念不了经 他让我 我打电话 想看图层 我一直以为 打通看图层的电话 念不了经的话 换个位置 许个大院 换个位置 就可以了 哦 不要在原来的位置上念经 换一个位置 就是说他原来的位置 念经的位置 可能有 灵界占领了 明白吗 是吧 这 他就是梦见 说 给人 人家开始死之 对啦 就是 家里的方位 出问题了 因为他们 刚刚开始 搬了新家 这个家里一定有灵性的 这种新家 都是建筑在老的房子 基础上的 听不懂啊 他那不是新家 他那老呆子 就是他多站 建计了 都把院墙拆了 对啊 那就更糟糕了 你要知道 蔡院墙 院墙下面 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 棺材啊 这种坟墓啊 都有的 哦 好了好了 好好念经了 我就跟你讲了 换个位置啊 不要去得罪 得罪当 当自己家里的神灵 也不好 哦 好吧 乖一点的 乖一点的 哦 好了再见了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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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喂你好 喂师父 好 第一次给师父请 喂师父能听见吗 那讲吧 感恩师父 先祝师父父亲节快乐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谢谢 我们先读一个同修的一个分享 鉴定了心愿形 祝恶病母亲往生色界天 同修母亲今年二月往生 生前家人用三大法宝 一次次祝她闯过生死观 恢复平稳 但家族有人给她的做法后 情况继续恶化 家人不放弃救她 母亲有过好转 但最终还是往生了 往生条件非常好 在家不受任何打扰 而且有上百人助念 因为同修一家都学心灵法门 知道这是母亲前世和金世造的业 有她累世的业 再加上她的缘分 她的阳寿 所有这一切决定了这个 母亲生前三番几次 三番几次得蒙观心菩萨和师父慈悲救度 这么多劫难关口都平安度过 这么多的灵验有如神迹显现 这么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 同修一家都亲身经历其中 深深感受到观心菩萨是众生为爱子 同修心里明白 菩萨和师父已经尽力了 一年多年来 同修也绞尽脑汁救度母亲 所以因缘成熟的时候 就要随缘接受果的到来 他们一家都敢按观心菩萨 坚信观心菩萨一定会做最好的安排 同修帮母亲擦拭遗体的时候 看到她全身僵硬 身上有亲子 因悟病太久身体苦烂 第一次懂了什么叫生死无常 明白了原来母亲是来度她 一下子慈悲心大发 感受到了众生之苦 也借此因缘放下了很多 对自我色深的执着 过程很悲痛 同修只有不断求着 观心菩萨慈悲母亲 母亲的身体竟然带着 一生生互惯中变得柔软 这样的显著变化 全家都见证了 师父说过 因缘不好 无论好坏都要心怀感恩 要感恩这个姻缘 让我们开悟 感恩大自拉悲的观心菩萨 在这49天内 同修每天几乎都能梦到母亲 知道她的行踪 发现人在中阴身 真的是随夜随念随习气 母亲竟然还惦记着 去接孩子放学 一个个梦境都在传达着 眷恋放不下和痛苦的记忆 母亲作为 对不起 同修作为旁观者 观他人放不下的痛苦执着 好心痛 从而了知自己必须得放下 才能了脱生死 要不断平衡自己的心境 明白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姻缘 不管什么事来了 就来了 都是正常的 都要往 都要扛住 必须把 会影响情绪的东西 都放一边不去碰 好好超度母亲 才能真正的帮到她 所以在这关键的49天内 同修不断求观身菩萨 加持母亲 解脱放下 用三大法宝 坚持超度 不断鼓励自己 进行师父的教诲 要把世间的一切 都视为对你在人间的考验 你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做菩萨 有没有用菩萨的思维 来处理和面对的事情 能否把所舍的菩萨的思维 和理念 用在实际生活当中 一旦超越了这个坎 越过了心理的障碍 就会站在更高 看得更远 就在这样的坚持不屑下 师父看了普通 同修的母亲 现在已经很高 在色界天 同修听到这个消息 和家人都忍不住喜极而泣 太不容易了 母亲本来是要下去的人 感恩师父 她在这里非常非常感恩 关心菩萨 而且在助念的时候 知道名字已经错了 但最后是那个母亲还是超度到了色界天 感恩关心菩萨 感恩师父 你要记住啊 一个人死的时候 什么放不下 她的魂就一直纠结在这个方面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为什么会有鬼的呢 恶鬼就是这样的呀 她恨的 她有的人死的时候特别恨的 她就来报复呀 所以她就变成恶鬼了呀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接着来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首先师父有一个分享 也是经过秘书处的验证过 也是经过师父的验证 就是有同修在上香的时候 问菩萨三个问题 是关于共修组的团结 然后得到了开示 已经得到秘书处和师父的确认 是师父法身开示 现在分享给师兄们 感恩师父 师父您稍坐休息 问题一 破和和僧 具体指什么样的行为 如果两位师兄一点不和 当着很多师兄的面争执 算是破和和僧吗 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也是破和和僧 在共修组 在观音堂 我们怎么避免犯下 破和和僧的罪业 师父答 首先两位师兄方面 争执不算是破和和僧 那只能说两个人 两个人不见和同姐 不见和同姐 破和和僧是什么 破坏僧团和慕相处 这叫破和和僧 破和僧 在观音堂就老老实实的做一工 不说人我是非 好好念经 度人 对不对啊 如果你跟这个人说 那个人不好 跟那个人说 这个人不好 那你就是在破坏 这个僧团的和和了 明白了吗 问题二 在海外的某个州 有很多共修组 有师兄A和当地 共修组合不来 就去邻近 共修组住人 住人之余 他还会说一些 自己所属 当地共修组的人物是非 向别人诉苦 最终两个共修组不和睦 同时师兄A 也会带别的师兄 去邻近共修组住人 造成所属 当地共修组人心不和 请问这样的行为 是破和和僧吗 师父答 首先这种做法 是不如理不如法的 你自己不喜欢 为什么要拉拢别的同修 跟你一起去 别的共修组 这两个人都没有修好 人间的思维太多 不要把佛净 不要把佛净土搞得 人间是是非非的事情 今天有缘大家一起 在学佛度人做善事 没缘就各自 老老实实在家念经 好好宵夜 多看白话 提高境界 说人我是非干嘛了 你们这些孩子 就是没有把师父的白话 看在心里 要是看在心里 能这样的 我看你们哪 好好修吧 天天搞这些人我是非 干嘛了 能让你们上天 还是能让你超出六道 我看都不能 只会让你们更加造业 好好修吧 不要让师父失望就好 问题三 师父非常希望同修们 同心同德 和睦融洽 团结一心 佛友与佛友之间 共修祖和共修祖之间 怎么更好的做到团结呢 师父答 做到更好的团结 就是小脑筋 不要动得太多 人间思维不要太多 大家都彼此 恭恭敬敬的 不聊家常理短 有什么问题 大家一起说 一起解决 不要存在个人想法 解决问题 这就这么简单 要学会忍辱 人家讲你了 笑笑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不住心 你越往心里 你越住心 就越难过 但你难过 你的各种心 师父就生出来了 你们知道 观音堂是个道场 所以不能在观音堂里 搞这些人物是非的 师父不喜欢 金刚 护法 菩萨 更不喜欢 护法神 更不喜欢 所以护法神 会对你们 金刚怒目 在观音堂 做事 要小心 因为观音堂的 护法神和菩萨 很多 不要搞这些 人间的东西 没意思的 今天 你说我 明天我说你 有什么意思啊 好好修吧 你们这些孩子 守好佛境土 让更多人 到观音堂念经 对不对啊 拜佛念经 对不对啊 好了 师父也会加持你们的 你们一定要好好修 对得起菩萨 对得起师父 感恩师父 嗯 这都讲的都对了 感恩师父 嗯 他还有几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回答 嗯 小的供修组 举办素食活动 需要大的供修会助援 这样的活动 是不是以供修组 要请供修组的形式 参与更好 还是以贵人的形式 能够有供修组参与吗 最好 共瞻法喜 如果不能的话 就是个人 都可以 好的 感恩师父 师父曾经说过 不要把佛情 变成人间的感情 请问师父 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怎么理解啊 佛情就是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大家都是学佛 来行善的 没有说我帮你 我要喜欢你 你我多帮你一点 那就是人情了 私情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感恩师父 那请问说 我们平时做什么 什么事情的情况下 是把佛情变成人情了呢 多呢 你比方说 你给大家盛饭 你本来就是佛情 大家每人一份的 对不对啊 因为你跟他 关系比较好 你给他两份 多一点 你不是把佛情 变成事情了啊 哦 好 感受 就是要有平等心 是吗 师父 不是平等心 要把佛情 落实在自己 平时的生活 一时住行上 听得懂吗 嗯 不要去搞人间那套 因为我对你好一点 我喜欢你 或者你过去对我好过 或者你这个人 跟我怎么怎么怎么 曾经帮过我怎么 这些都是叫私情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感恩师父 嗯 还有 请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在开示佛陀故事中 讲大家设尊者的故事 其中提到 大家设跟随佛陀出家后 还是保持苦修 有时候会到坟堆旁修行 现在我们知道 那是灵性聚集的地方 所以经过的时候 心里会特别害怕 有时候看到烟气 比较重的地方 心里也不会 不自觉地感到恐慌 就想逃离 请问师父 我们平时怎么能 克服这种恐惧的心理呢 不要去看呀 不要去想就好了 嗯 好感恩师父 就不去不想 不去看 不去看 不去想 嗯 感恩师父 还有下一个问题 就是有同修在海外生活 国内有已婚伴侣 常年分居 但在海外 有第二个同居伴侣 我们都知道这是邪音 但是对方不听劝 请师父能开示一下这个问题吗 虽然啦 他如果 在这里有一个特别好的话 他必须跟原 原来的那个断掉之后 才能好呢 才不叫邪音 你如果两边两个这么挂着 你不是害人家 你还不如早点断掉呢 对不对啊 对 那请问师父 对他的天上莲花 是否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了 很多事情你为人家好 对不对啊 你为人家好 你就要断掉 你要是把人家挂着 对人家不好的呀 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发展的方向 越来越偏了 你就要断的呀 否则的话 你会害人家的呀 嗯 对不对啊 好 反正师父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就明白了 比方说你跟一个男的很好 人家这个男的也有一个很好的 对不对啊 嗯 他如果不想伤你 你越来越喜欢他了 你是不是应该跟他赶快断掉啊 否则你越陷越深的话 不是害死自己啊 嗯 对不对啊 对 反正师父 那有师兄许愿一事修成了 但是这样 就是他国内又有老公 国外又有戏原的男朋友 这就是算为愿 算为这个一事修成的愿力 是吗 师父 嗯 没听懂啊 那个女的什么 那个男的什么 就是他 他许了一事修成 那个愿力 他是男的女的 他是女师兄 哎 好了 然后呢 就是他已经许愿了一事修成 但是国内有老公 国外又有戏人 男伴侣 这个是不是违远了他 你说呢 是 还不够啊 两个还不够啊 再来一个好吧 你以为唱歌啊 再来一个要不要啊 对不起师父 脑残啊 你这种问题问出来不就脑残啊 学博人是边上人要越来越少 小爱越来越少 大爱越来越多 嗯 听不懂啊 你看看他是不是国内有个老公 自己这里有个戏人伴侣 怎么样 还 缺少咖啡啊 哦 对不起师父 这样还不懂啊 这个就不是学博人了 这个就品质出问题了 嗯 好的 感谢 就是不能自己 承受寂寞了 你这是完全是一种欲望了 你被欲望去世了 说世 听得懂吗 对对 他就是这样 嗯 好了 好的 对不起 师父 会让他听录音 感谢师父 还有一个下一个问题 就是师父 我们平时红法中会有异性同修 有的异性同修跟我们前世缘分很深 大家见面会不会产生一种感觉 感觉跟对方合的来 但是私底下不会有接触 但是这种感觉很难控制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所去红法的话 是不是功德会有漏 会啊 你经常想了就漏了呀 那不去想 那不去想 不去想嘛 你少看呀 跟他分开呀 有意跟他分开呀 分开是一种很好的药呀 很多的药就是要 要要 我们说要要分开呀 因为你不分开的话 你会害人的呀 嗯 好 那就是这个同修去参加这个红法 就是刻意递开 我就不去参加 或者是我们就 对呀 对呀 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已经迷了 迷了就会 祸了呀 疑祸了呀 疑祸了就迷惑呀 颠倒了呀 嗯 对不对呀 你这个 如果对方这个男的 明明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女的在喜欢他 或者这个女的明明知道 这个男师兄在喜欢他 对不对呀 你自己有意的还要跟他在一起 你不是害他 嗯 好多好多 这个明智的人就要赶快断掉了 否则你害他相思呀 不好的呀 嗯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此类开始 还有下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女同修许然清修 戒指很严格 遇到异性就躲开 有时候出门 设佛台会遇到男同修 感觉很不自在 但是红法又不能让男同修 又不能不让男同修参加 请师傅能给此类女同修开示几句吗 谁告诉你 谁告诉你说一定要跟男同修去的 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男同修去参加 有时候避开错了 你要是觉得自己憋不住的 你就不要去 很简单 比你跑得去造业好吧 一路上去偷看这个男的 这里去做功德 去给人家上 去给人家做佛台 跑到那里一直在偷看 偷想 你整个就是个糊涂 你到了那里不是造勤业啊 嗯 那你还不如在家里念经呢 即便礼佛念下来 说不定还削得个干干净净呢 嗯 明白了 你做不到你为什么去做了 不要去让自己得到很多的考验呢 会伤害自己的呀 人有的时候知道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不要再去伤害别人呢 那是一个智慧啊 嗯 好的对不起师傅 感恩师傅 那还有就是生活中 就是这类女同学 她已经血缘清修了 她会对异性产生一种反感心理 这种会让人 会让其他人误会 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怪 可能会结下恶缘 什么叫怪啊 你看和尚怪不了 尼姑怪不了 不怪 好了 他们看见异性就躲开 眼睛都不看的 对 好了 怪不了 不怪 好了 你人为什么说怪啊 说怪觉得自己还想见 哦 很多男的说 哎呦我又不能看见女人就逃了 我看一看有什么关系了 你说这个男人 他说明心里根本放不下呀 嗯 对不对啊 不要看了 有什么好看的了 多看多烦恼 少看少烦恼了 不看不烦恼 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的事情你做不到就不要害人 这还不懂啊 嗯 知道了 在人家男同事面前把自己弄得了漂亮的不得了 你不是在勾引人家 哦 对不起师父 鼓手弄烧 哎呦 好像讲话嘛 嗲的呢 像你这种声音也是嗲的呢 哦 对不起师父 你也要当心的 哦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师父 谁叫你问这些问题的 马上就是 马上就涉及到你的了 对不起师父 哎呦 谁为你师父 哎呦 西施啊 腰痛啊 还是胃痛啊 没有办法的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师父跟你们讲的时候 好像是有一点 厉害 但是事后是为你们好的 事后你们就自己觉悟了呀 当时 当时讲你们的时候是有点痛 说哎呀 我就这声音 我咋的了 你就害人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会好好改我这个说话 这个 对呀 什么玩意啊 你这说话声音 就像睡在床上讲话的 你不是 你不是给人家男人一种遐想啊 这也是 也有问题啊 哦 像没睡醒一样 你自己没感觉到 你讲话像没睡醒一样啊 有点感觉 特别无力 好了 对不起师父 感恩师父 哦 师父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有过童修 想请教师父 一个拜师的问题 童修度了 新童修 想拜师 但是新童修 没有许愿吃全素 只是出于十五吃素 其他情况 也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就不想推荐 因为他想对师父负责 请问师父 像这种情况 他不推荐 佛有拜师的话 他是否有业障 没有 他自己不了解 他不愿意推荐 有什么业障啊 他如果推荐了一个不了解的 人家做坏事了 他倒有业障 嗯 嗯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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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今天问题就先问到这里 请师父 否忠法体 祝师父父亲节快乐 感恩师父 感恩观神菩萨 我们自己一张自己 得不让恩师呗 师父再见 师父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师父你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我今天只有两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 开示一下 就是 师父你说过 如果搬新家的话 是要给房子的药金者 念诵21张小房子 是吧 对 那如果 那如果是一个同修 他搬去了另一个同修家 的话 他还需要给这个房子的药金者 念诵小房子吗 是人的 你要念了之后嘛 就等于 帮人家 帮人家打 就像人家一个人 搬家的时候 帮人家搬完之后 打扫打扫 不要给人家骂就好了 哦 好的 这个随缘念 好的感恩师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嗯 在梦中被压身的话 如何区分 他是自身的药金者 还是房子的药金者呢 很难区分的 压身的话 一般呢 都是自己的药金者 房子的药金者 基本上是感受到 他在房子某个角落 嗯 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 就是在梦里面被压身了 然后我就赶紧念大悲咒 然后就 就立马有那种被释放的感觉 然后我在梦中就 隐约看到 某个房间角落有两个黑影子 然后我就 这还要讲啊 你告诉我这还要讲吗 这是 这是 自己的药金者 还是房子的药金者 你讲啊 都 房子的药金者 好了 我这样的话 我要许愿 多少张 如果梦见的话 许愿二十一张啊 不是跟你们讲过的 鬼压身至少二十一张啊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嗯 然后师傅 我这边有一个新童修 他想跟你说两句 可以吗 嗯 好的 谢谢师傅 喂 师傅你好 你好 嗯 嗯 希望你保重身体 乖乖乖一点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师傅跟你讲两句话 第一 啊 不要对每个人都很好 你的感情运 很多的波折 听不懂啊 哦 哦 听懂了吗 但是 嗯嗯 对 听懂了 不要但是 没什么但是的 对对对 你对人家都很好 哎呀 好像热情都不得了 你要记住了 一个女人 对所有的男人都好 人家男人会 会会会误解的 听不懂啊 听懂了 听懂了 好了 第二嘛 自己要记住了 啊 自己的肾脏很不好 肾脏很不好 啊 腰啊 腰痠背痛啊 还有腹科 对对对对 腹科也不好 因为你今天第一次 我就稍微看到的 就讲点给你听听 感恩你 感恩你 我也很担心你 好好搞不好 好好改毛病了 听不懂啊 嗯 听懂了 对不起 嗯 很多很多 好了 我这样 我这样 忏悔过去做了很多 都不如理不如法的 忏悔 请菩萨 对 请菩萨师父原谅 嗯 一定要有这种心 对不起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改变的心 菩萨才会帮助你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嗯 你要做好孩子 一定要懂得 忏悔 说自己做错了 那么这个人 人家会看得起你 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 对不起 我错了 嗯 感恩你 好 好 好 再见 好好努力 师父你保重身体 师父 再见 嗯 再见 欢迎你好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安 啊 啊 请示师父一些问题 师父前几天图腾节目 开始一个同修 需要许愿中山风行 诸恶末座 感觉这是个很大的愿 很难做到 那请问师父什么样的同修 才可以这样许愿呢 你许愿你尽量去照着他做呀 嗯 就是众身奉行 诸恶末座 诸恶末座 你做不到吗 你末座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做 不要做 你有时候偶然的做了 没办法 你也只能念礼佛呀 哦 你这个愿礼佛 这你谁敢许啊 你除非菩萨 菩萨 菩萨已经成菩萨了 他怎么许啊 哦 明白 诸 众善奉行 他的意思就是 友善的 你们尽量要去 去做 奉行就是 大家就要去 去积极的去做 啊 所有恶的 大家不要做啊 但是还是有人做的呀 嗯 你不懂啊 是的 好了 明白 那这个 当时师傅让那个同修 许这个愿的话 是一个个案吗 还是 呃 我觉得 这是一个大 大的愿力 如果你今天 有70% 60%的 上市你在做 有60%到70%的 恶业 你不做 你这个人就可以许了 嗯 哦 嗯 感觉自己 60% 70% 哎 你至少要到 100% 看见好的事情 就想做 嗯 才能许这个愿 你看见饿的 哎呦 我不能做 我上谎不行 偷东西不行 对不对 杀生不行 哎呦 我基本上就 坏的事情 我不做的 你应该知道的呀 你一生 走到今天 你多少坏的事情 你不做的 你应该自己心里 明白的呀 嗯 明白了 明白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师傅有次录音说 电菩萨的红布 不能够用来再盖菩萨 请问师傅 这个是指的大佛台 还是包括 小佛台上的红布 这个上次 他们问的问题 有点出路的 实际上 他们电 电那个 菩萨的红布 不留在盖子上 他们 他们就是说 小佛台上的 嗯 就不是盖在菩萨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石像上的 师傅当时是以为 他们说 红布盖在石像上 实际上说 红布盖在那个 镜框上面 就没关系 哦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呃 有时几个同修 一起在小佛台 上新香 但是怕烟太大 所以每次轮流 让一个同修上香 那请问师傅 领香的同修 都可以求自己的事情嘛 就像平时自己上香一样 先帮人家求 再帮自己求 哦 就是 几个人 在一起上香的时候 只上一只香的话 上香那位同修 他也要先帮大家求 对 你领香的话 你也不能自私啊 这么多人在的话 你领香的话 你能帮自己求吗 第一 护法神就不会饶过你啊 你这个自私的小人 你滚到后面去吧 护法神 就会叫你 哦 明白了 好 就是大佛台 小佛台都是一样的 一样 你比方说领香的话 你要说 替某某观音堂啊 求菩萨 这个这个 甘露菩萨呀 佛光普照啊 所有的同修都能健康啊 消灾吉祥啊 健康长寿啊 你这求完之后 你再说 保佑我家里也平安 那就可以了 跑上来保佑我 某某某家里平安 大家帮你一起磕头 你受得起不了 明白了 明白了吗 这个问题你不问的话 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就是带着大家 一起磕头的时候 你虽然可以求到一点 但是大家的业你都背了 你以为领香啊 领香要背业的 你非但背业了 你还要帮自己家里求 你家里人都会 所以过去很多人 为什么庙里 不给你前面那个领香的位置啊 因为你坐在 越坐越坐在 站在前面磕头的话 你帮众生后面的人都要背的 明白 我问你啊 一对人 一对人如果前面发生问题的话 总归是前面的人 先倒霉吧 是的 你后面看见什么事情 后面给逃啊 你前面的人肯定 碰到事情 肯定前面的人冲过去了呀 嗯 嗯嗯 感谢师傅 明白了 那如果除了在 观音堂 领香的是 选要注意之外呢 如果是在家里面 就是小火柴 一样 一个同修上相 好了 明白了 你有长辈的话 你就最好 躲到后面去 哦 长辈的业障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们一辈子了 他们很多照 照的业都在身上了 到了年纪大了 他们身体不好了 各方面都会有点报应 所以你捅在他前面 你帮他背了 哦 明白师傅 那如果平常 观音堂 我们上香 就是自己 自己上香的时候 那也要跪在 长辈的后面 会比较好吗 那当然了 你不懂的 你不懂的 明白了 你跪在前面 很多人以为买菜啊 跪在前面 你在后面 菩萨看不见的 明白了 你跪在 你如果今天师父在前面 你当然越往前跑越好啊 有师父撑着 哦 帮你们背了呀 所以当然 当然越往前越好啊 明白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 原来佛台的位置 要空放多久 才能放念经用的书桌 空放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 原来是佛台的位置 那它要多久之后 才可以在同样的位置 放念经用的书桌 应该没问题的 这个一两天就可以了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傅 剪过小佛台上的箱的剪刀 可以用来剪小房子顶上的脚吗 可以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师傅 来信解答 383中 同修帮余老板放了几条鱼之后 东西打坏打翻 师傅开始试帮余老板 杯叶 余老板杀叶很重 帮他放了就 杯叶倒大没了 那有种情况就是说 有些同修 他们每次放生的时候 余老板会额外送一些鱼给他们 那同修收嫁之后是给自己或者家人放生的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帮余老板杯叶呢 要讲清楚 要讲清楚 谢谢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今天这个某某某送给我几条鱼 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们今天慈悲众生 把这几条鱼放下去 如果有功德 听话听明白了吗 如果有功德 请保佑我的爸爸妈妈 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没功德 那就还是还给余老板 听懂了吗 讲话很有道理的 在天上在人间在地下讲话都一样啊 你讲的好讲的不好都有关系的呀 如果有功德 我把这些功德转现回向给谁谁谁 一样的呀 如果没功德 那么就是 有的人们就客气点自己业障自己杯 如果有功德 我就回向给我爸妈 没功德我自己业障自己杯 听懂吗 或者有的时候人家给你的 如果这个人今天给我的小房子 如果有功德 就请菩萨保佑我 怎么怎么怎么 如果没功德 这些小房子还是贵还于他 哦明白了 那他要是乱念的话 就回到他身上了呀 哦明白了 那地骨就找他了呀 小房子是从他这来的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谢父 下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群里都会早课共修 内容差不多 那同修能不能在一个群里念经之后 在其他类似的几个群里面打首饰 表示自己完成了 你说什么 对不起师傅 就是说现在很多群里都会早课共修 内容是差不多的 那同修能不能在一个群里念经之后 就他只念一次经 但是他在几个群里面都打首饰 这个首饰的意思就是表示自己完成了 但他只念一遍 你不能多念几遍的 人家还没念好 你再念下群们就好了 哦 就是 红修就是说他念完一次经 再其他几遍 人家还没念完呀 哦 是不是了 比如说 比如说给师傅念 比如说有五个群 每个群里的内容都是说要给师傅诅念七遍大悲咒 那他就只念了一个七遍 但是他在五个群里面都打了这个首饰来表示自己完成了这个七遍 那这样的话是否可以 当然可以 哦 实事求是啊 你告诉他我就念好了呀 嗯 对不对啊 但是经文不嫌多的呀 对 你要是觉得你要再念吗也可以 这个无所谓的 哦 明白了 感谢师傅 但是同修的话他就有梦到 可能提醒他说这样功德有漏 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吗 不是普遍性的问题是吗 师傅 功德有漏的话 也就是说你这个心理就是说 哎呀 我念过了 我功课做好了 其实学无止境的呀 如果有时间大家正在念的时候 你再念几遍也问题不大呀 功课完成了 你再多加几遍有什么关系了 嗯 斤斤计较呀 功德有漏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如果同修在一个群里现身说法 然后转播到其他的十个群里 那这样的情况的话 他是算先生说法一次还是十次呢 先生说法 你只要有十个地方听到 十个人听到就是十遍 就这么厉害了 明白了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啊 为什么说你要 多做功德啊 多去弘扬佛法 一个人听到就是一遍 一个人听到 你比方说 师傅在一千个人法会上讲话 我讲了一句话 一个人听到 那么就一遍 一千个人听到就一千遍了呀 嗯 明白了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师傅开始许愿清修后 可以许愿一些化解愿节的小房子 那同修问 可不可以提前念一波 108章 比如说108章化解愿节的小房子 之后再许愿清修 这样可以吗 都可以 哦 好 这个是有普遍性的是吗 有普遍性 好的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呃 同修梦见 回国内的家 在家人们的牙刷里 找到了自己的牙刷 但他现实是在海外的 请师傅解梦 现实是在海外 嗯 在国内家里 被人家讲了 嗯 刷牙还不懂啊 被人家讲了 叫你把自己的 叫你把自己的业障洗刷干净呀 就是被人家讲了呀 嗯 明白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呃 梦见同修哭得很伤心 说和他一起 从天上下来的人 都修上去了 只有他还没有上去 但师傅图腾看过 这个同修上辈子 修比较大的沙液的 那请师傅 开始一下 这个梦境会是真的吗 是啊 很多人修的好的 我告诉你 人还没走 境界已经上去了 嗯 听懂了吗 嗯 好了 明白了 好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同修孩子 现在是三岁多的胎理素宝宝 去医院检查出 左眼有斜视 散光弱势等症状 医生说可戴眼镜调节三个月 若效果不佳或无效 需要做手术 那请问师傅同修 现在可不可以用 先用三大法宝去化解 不要戴眼镜 因为他怕如果按医院说 戴眼镜三个月的话 他眼睛会一直戴下去 嗯 随缘吧 好吧 哦 戴眼镜这个东西嘛 早点晚点要戴的 人的年纪大的眼睛 总归会是越来越差的 不会越来越好的 对不对啊 嗯 好吧 明白了 然后这个同修也想反馈一下 其实在怀孕期间同修 担心这个孩子的身体如何 师傅就在梦中点话了 说孩子身体没有问题 唯有眼镜需要注意会有些问题 但是当时同修没有引起注意 如果早点化解 也许就不会导致现在这个情况了 而且中途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长辈给素宝宝吃过肉 同修现在一定好好忏悔这两件事情 也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解 能够提前念经大事化小 否则等到临时报复脚就来不及了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个人业障自己背呀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呀 嗯 好吧 感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 润月设佛台的日子有讲究吗 请问师傅 白天总归好一点 你不能说我要设佛台碰到论月我就不设呀 不好的呀 是的 明白 好 那论月的其他方 论月的话其他方面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当心呀 看一看嘛 论月有吉利和不吉利的皇帝的呀 查一下就好了呀 论月们本身就是不宜 不宜就是说 什么事情不宜太暴露 就是要低调 嗯 明白了 就是说你哪怕坐在办公室里都会有事情来找到你的麻烦的 哦 很危险 明白了 感谢师傅 弟子帮六岁的小同修分享一下 请师傅听一下 小师兄六岁多的时候掉了大门牙 后来冒出来的牙齿有些往两边歪 特别是高冒出来的时候看着真是令人担忧 万一长歪了以后估计连校也不好意思张嘴了 所以让小师兄使了个愿 在一个月内念诵大悲咒一百五十一遍 金金一百八十一遍 准提神咒八百一十一遍 学习师傅白话佛法 视频二十几 然后再现身说法 祈求南无大肆大悲关心菩萨慈悲保佑 小师兄能够牙齿长的健康整齐 如今小师兄许的愿如期完成 家长也为小师兄助力放生和念经 到现在为止大门牙已经长好 而且比刚开始要整齐很多了 希望有缘人能够相信佛菩萨的不可思议 相信自己通过学佛念经修行 修行改变自己的命运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关心菩萨和护法菩萨原谅 这个太正的了 真实的一塌糊涂 菩萨保佑的 连师傅小时候牙齿长外 我都一求就正了 这个菩萨很容易帮你做到的 嗯 感谢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人换牙齿之后 牙齿长得挺好 但是快三十几岁的时候 牙一萎缩 前闷牙和牙齿变得难看了 任何人都会变得好看难看 你经常去嘴巴讲人家不好的人 牙齿就会爬出来很难看 所以过去古时候人家说 向好庄严 以自然嘛 对不对呀 以致言嘛 对不对呀 你自己向好的话 你嘴巴不乱讲话的人 你嘴巴都是长得很好的呀 嗯 跟你说的还是有关系的呀 整个你看那过去 你看过去这个这个这个 一些老电影那个什么汉奸啊 什么你看这个 那个牙齿都弄在外面呢 看见了吗 哈哈哈哈 哎 明白 说他们坏人们就是这样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啊 之后弟子想向师傅参悔 弟子喜欢发脾气 到口眼 往上乱看东西 有杂念 嫌疑为怨 不孝顺等等 弟子一定努力改过 请普达和师傅原谅 加持 这么多缺点 如果大一点的话 应该抓进去 对不起师傅 自己不要这么没出息好吧 眼睛这么管不住的 你自己在网上看这些东西 你管不住的 有什么好看的 弟子忏悔 丢人吧 自己拿 自己 拿块毛巾 把脸遮起来 再看这些东西吧 丢死人了 真的是 小生忏悔 人不要坐坐 看动物的东西 自己要把它上升到这个高度 你才不会做这种事情 听不懂啊 嗯 听懂了 我已经好好忏悔 什么好看的啦 真的 人跟 人跟动物不一样啊 高级动物呀 嗯 自己要 好好的啦 一个女孩子 不要这么没有出息 让人家看 看了不尊重的 听得懂吗 嗯 明白 弟子已经好好忏悔 改过 这好好改毛病 真的 嗯 好了 就这样了 好 感谢师傅 弟子的问题先问到这里 我们自己也让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请师傅保重 伐体 我们都很想你 感恩师傅 好了 再见 感恩师傅 好 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